Avocado牛油果味道香而不腻 肉质丰满浓厚却营养丰富 据说一颗牛油果相当于五个鸡蛋 我们非常喜欢吃牛油果 我家种了四颗牛油果树 梦想将来这些树长大后 会接触好多好多的牛油果 我们精心栽培这些小树 看着它们一天天长大 这些树在它们成长的过程中 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的惊喜和快乐 我想在美国生活365频道 和大家分享一下栽培牛油果树的经验 怎样栽培牛油果树 我们家一共有四颗Avocado 这是一颗 这是第一颗 这一颗呢 是它们长的枝干 所以比较细 相对的比较细 这个枝干比较弱 这一颗 还有一颗呢 就是我们这一颗呢 就是很粗的猪干 然后它陪我们十几年 所以说这一颗已经长得很大 你看 很高 很大 这个就是我们用种子发的 还有一颗呢 就是我们这一颗 这一颗也是在Riggan Nursery买的 是当时呢 是也是花100多块钱一颗 这个品种呢 是Type B 所以说呢 它可以和我们别的树呢 进行花粉 瘦粉 所以说呢 这颗树啊 所以它起着一种瘦粉的作用 它也结果好像对别的果贡献很大 还有一颗呢 就是我们的这颗树 这一颗呢 我们在Costco买的最便宜 当时我买的最便宜的一个一颗树 本来觉得这儿有一点点空间 然后就在这种一颗吧 让它们互相的进行这个授费 结果我当时就买了这一颗 没想到这一颗长得最旺 而且produce最多 它去年好像生产了50多个Avocado 而且每一个都是口味 绝对的鲜嫩的时候呢 它皮 所以不搁冻 比较冷的那天呢 我们就把它盖上 盖上以后呢 这样的话 它就不怕冻死 不要被霜 把它冻坏了 冻死了 所以很多朋友呢 种这个 为什么到第二年就好 这树它没有过冻就死了 就是冻死了 因为它的皮太薄了 而现在我们就不盖它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皮已经很厚了 抗冻了 像这样的情况 它就抗冻了 那么像这个 你看到吗 像这个皮 它就很厚了 很厚很厚的皮了 那这种很厚的皮的话 它就根本 这样的话 它就不会冻死 所以 当它根小的时候 它对水 特别敏感 你要水一多了以后 它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现象 就是叶子 尖上 会有这种干燥的情况 而当那根比较大的时候 它就没有受这种影响 你看 同样的气候 我们这两天下雨比较多 你看 同样的气候 这一个 它就没有这种尖上的那种 看 这一棵 因为它大 它就没有尖上会干掉的那种现象 那就是因为它的根比较粗大 所以长得比较深 所以它就不受影响 而这一种呢 培育过程当中呢 水是不要浇的太多 太多的话就会把它呕死 有朋友说 出现这样以后 赶快浇水 那你就是mercy killer 所谓mercy killer 就是说 对它好 实际上是害的 现在时间呢 是二月中旬 二月中旬呢 逐渐的这个 avocado就开始开花 你看 我们这棵树 它这个花开始含苞待放 马上就要怒放 不是待放 是怒放 你看 马上就要开放 很多 那边的A型花也张开 然后它就避开 然后这两边呢 就是说 一个放花粉 一个收花粉 互相这个受粉 所以说呢 这样的话 它双方都得意 你看这个花 多漂亮 现在这些花就已经开放了 来 我们一起静静的来欣赏 为什么要种 avocado 为什么要种 avocado 叶子大了 当然对你空气净化也就很好 你到那个subway去买三个位置 加这么一溜 avocado 它要叫你多交一块钱 在我们这个硅谷和 Bay Area 这个 avocado 生长的一种叫hash hash 就是耐寒性比较强的这种 avocado 还有一种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furtite 就是说furtite 那furtite呢 它有一种比较抗病 抗的B型的这个 avocado 树 所以呢 它们需要pollinate 互相需要树的 当然呢 有人说种一棵也可以 那就是depend on 你的那个how far 你的那个其他的树 离你有多远 也是depend on 你的这个花粉有多少 所以说 最好是你有AB型种在你家 这样对它们生长和结果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处 现在是刚刚采摘下来的 avocado 这一框 还不错 全部的都很好 你摘得太早了 这不都没熟吗 no that's the only one see if it shows 如果 如果 这几个 如果它这个瘦这样的黑的话 就说明早就应该摘了 所以这样的话 不少了 size都比较大 和那个commercial的差不多 size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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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